前一天我们收到了一条带着味道的私信 一个粉丝说他的室友总是放屁 味道还很令人窒息 更过分的是他室友喜欢用各种方式 给他闻自己的屁 这位粉丝他自己很好奇 他会不会某天就被自己室友的屁熏死呢 吃什么会导致我们放屁多 味道臭 真的有那种惊为天人能把人抽死的屁吗 臭屁闻多了又会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解答这位粉丝的疑惑 今天我们来认真探讨一下 屁的杀伤理 到底有多大 一个平凡的屁通常是由这些成分构成的 其中的氮气和氧气来源于 我们在咀嚼食物时吞咽的空气 氢气二氧化氧和甲烷 则是由肠道自身产生的 肠道内的细菌群落 会通过发酵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发酵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气体 这些气体的一部分 会沿着肠道排出 变成我们熟悉的屁 而另一部分则会被吸收到 人体的血液中 再由肺部突出 所以说话相放屁也不是那么没有道理 那么屁独特的气味 到底是哪来的呢 氮气氢气二氧化碳等气体 明明都是无味的 关键就在于最后这1%的挥发性硫化物 比如硫化氢 它的味道和臭鸡蛋如出一种 虽然占比极小 却极具破坏力 不过有很多研究表明硫化氢是有益身体健康的 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硫化氢可以保护心理体 心理体就相当于细胞的发电厂 所以理论上来讲硫化氢可以让细胞保持活力 从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心脏病 中风改善肾脏健康 甚至预防痴呆等等 不过上述的研究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 也许将来有一天 闻屁真的可以治疗疾病 在当你的朋友故意放屁给你闻的时候 你可能反而要谢谢他了 屁确实是很臭 但为什么有些人的屁就更臭而且更多呢 一个正常人在24小时内大概会放屁8到20次 合计排放476到1491毫升的气体量 这些气体最多能装满三瓶肥柴快乐水 如果超出这个标准或是味道过于浓烈 可能是摄入了过多高纤维和富含硫的食物 膳食纤维被肠道群落发酵时 会产生比平时更多的气体 富含硫的食物被发酵时 则会产生更多的硫化素 让屁闻起来更臭 那到底有哪些食物会让我们放屁更多还更臭呢 除了大家熟悉的豆子土豆 还有牛肉西兰花口香糖啤酒等等 如果你特别享受放屁那一刻放松的感觉 或者让你放出来的屁令人更加印象深刻 这是一份具体的清单 建议暂停截图保存作为你的日常食物 此外放屁太多可能是你的身体 正在发出警示的信号 如果还伴随着腹痛腹泻或便秘 体重减轻等症状 你就应该去看医生了 因为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 就会导致过度放屁 比如糖尿病 消化性溃疡 乳糖不耐受症 肠益肌综合症 如果你身体没有其他不适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吃多了 好消息是 所谓能把人熏死的屁是不存在的 但被屁烧死和窒息而死 完全是有可能的 2016年日本东京的一位女士 在进行激光手术途中放了一个屁 激光瞬间点燃了气体 大火蔓延到手术部 随后她腰部以下的皮肤被严重烧伤 这是因为屁里含有的氢气和甲烷 是易燃气体 当空气中的氢气浓度达到47% 或是甲烷浓度达到50% 它就有可能被引爆 屁里同样含有氮气甲烷二化碳这样的 惰性气体 它们也被称为窒息性气体 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和另外两个州 氮气是可以用来处决死侵犯的 一个屁或许对人体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但是屁里的氮气占比并不小 如果我们给一个人小A戴上呼吸面罩 然后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放屁 为了保证我们获得的是 没有接触到外部大气的纯净无瑕的屁 我们甚至可以利用NASA发明的太空厕所 将屁股的周围进行真空密封 再通过管道将收集到的屁 直接传出到小A的呼吸面罩里 当屁里的氮气达到足够高的含量时 小A这个倒霉弹一定会缺氧而死 氮气之气还有一个优点 吸入者不仅不会感到痛苦 甚至还会感到一丝兴奋 就像醉酒赶到上头 这种现象叫做淡明丁 2017年澳大利亚医生费利普尼奇克 推出了一个安乐死胶囊仓 其原理就是按下按钮 让胶囊仓内充上淡气 使用者便可以轻松地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屁里除了淡气 还有一样可怕的成分 那就是为屁增添了不少风味的硫化物 在小A窒息之前 他很有可能因为连续被迫闻屁 而恶心呕吐 由于戴着呼吸面罩 他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好客户 那他就会自己枪死自己 又或者小A因为这种屈辱的死法 感到悲愤至极 用挡腕让脖子一圈自杀至死 OK回到正题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会喜欢自己放的屁吗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 但是你一定会闻它 有些人就喜欢闻自己的屁 就像那群喜欢闻自己臭袜子的人一样 乐在其中 那么闻屁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吗 其实不用担心 顶多我们就会有一点心理伤害 你能闻到的只是屁的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屁中所含的有害气体 更是微乎其微 OK非常感谢大家为了屁大点事 看到节目的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 并私信我们你感兴趣的话题 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粉丝群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会闻自己放的屁吗 好